1671集 世界顶级杀手就是世界顶级杀手 哪怕是隔着电话 他的语气中阴寒和肃杀之意 也不由让阿卜勒和伍兹 两个人的身子一颤 心头惊恐 伍子先生 您这是做什么 阿卜勒急忙拽了一把伍兹 神情急切地笑声劝说道 后背已经是湿漉漉一片了 伍兹的脸色也微微变了变 显然也有一些惧怕了 他用力地咬咬牙 他惊恐过后 眼神再次坚定下来 他仍旧冲着电话那头问 伍兹先生 您杀了我 也掩盖不了您惧怕何家荣的这个事实 伍兹的胸口此时既有怒意又有不甘 他不甘 他推崇欣赏的人 竟然会在林雨面前败下阵来 纵然林雨曾经将他派去接他女儿的数名特情处成员痛扁了一顿 纵然林雨是什么世界特殊机构交流大会的冠军 他也仍然认为魔鬼的影子可以轻易地击杀林雨 所以他反应才会如此地激烈 电话那头魔鬼的影子的声音却隐隐地夹杂着一股极大的怒意 牙齿也紧紧地咬着 额头上依然是青筋爆气 不得不说伍兹的这番话着实是刺中了他内心的痛楚 因为伍兹说得对 他确实惧怕何家荣 他们整个团队都惧怕这个何家荣 西方术国通缉了他们组织十多年 投入了不计其数的人力和物力 才炸死了他们团队其中的成员之一 而他们去华夏执行刺杀何家荣的任务 不过短短数十日 他们就死了两名同伴 而且如果何家荣想的话 就连他也将直接死于华夏 试问有谁会不怕 有谁敢不怕呢 但是纵然再怕他也不能承认 否则他这个组织的声誉将彻底地完了 既然您不怕他 为何不敢接这个任务 您接了这个任务 那就证明我们的怀疑都是假的 但是您要是不敢接这个任务 我们甚至是世界上的所有人 全部都会这么想 认为您惧怕何家荣 伍兹不愧是世界医疗功愧的会章 几句话之间就将魔鬼的影子 逼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了 要么答应击杀铃鱼 要么承认自己不如铃鱼 电话那头 魔鬼的影子听到伍兹这番话 自然也是愤怒不已 但是他一时间也不好发作 沉默了足足数分钟时间 才与其一晚沉声说道 其实这件事我本来不想让别人知道的 也相来不屑于跟众人解释的 但是既然你们现在这么说了 而且我又确实欠阿卜勒先生一个人情 所以我可以将我不能接这个任务的原因告诉你们 但是 这证明我相信你 希望你们不要再跟任何人 透露这一点 阿卜勒和伍兹听到他这话不由一愣 尤其是伍兹 神情显得十分意外 没想到 这个魔鬼的影子竟然真的有苦衷啊 因子先生 您放心 您尽管说 我们绝不会对任何人提起的 能够帮您保守秘密 是我们的荣幸 不错啊 影子先生 您的理由 要是有足够说服力的话 我也同样会为您保密 伍兹也跟着郑重的点点头 毕竟他并不是因为魔鬼的影子杀不了何家荣而生气 而是以为魔鬼的影子惧怕何家荣 所以他才如此暴怒 如果魔鬼的影子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 那他自然也就消了火气的 其实是这样的 我跟何家荣是朋友 好朋友 没错 身为堂堂世界杀手排行榜第二的超级杀手 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 也迫不得已闭着眼睛说瞎话了 认敌作友 但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是唯一能够解释他不杀林雨 而且还不损害他们组织名誉的理由 所以他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 什么 你们是朋友 就连伍兹和阿卜勒两个人听到这话 也是瞠目结舌呀 怎么也没想到世界杀手排名第二的杀手 竟然会和何家荣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是朋友 而且还是好朋友 一个微不足道的华夏中医小医生 竟然是您的朋友 对啊 他 他哪来的荣幸 认识宁啊 伍兹和阿卜勒两个人不敢置信地问道 觉得这一切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实在想不通 何家荣这种小人物 有何荣幸能成为魔鬼的影子的朋友呢 电话那头魔鬼的影子也是追心气血 痛苦难当啊 他妈的 我也不想认识何家荣这个混蛋做朋友啊 不过 他还是装出一副镇定的模样 他郑重说道 这件事说来话长啊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会跟何兄弟成为好朋友 只能说是缘分吧 他这个人 我非常的欣赏 能交到这种朋友 可以说是我的荣幸 所以 我怎么可能会伤害他呢 他这番话生情并茂 言辞肯切 字字句句都包含着林雨深情的友情 任谁听来都会认为他和林雨关系默逆了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解释 他为何拒绝刺杀林雨 伍兹和阿卜勒听到他这话一时间更加错愕 尤其是听到魔鬼的影子 语气当中还带着一丝对林雨的敬佩和肯定 让他们感觉无比的不可置信啊 堂堂师纪杀手排行吧 排名第二位的知名杀手 竟然已认识何家荣为荣 震惊过后 阿卜勒的脸色刹那件巨变 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了不对 魔鬼的影子和何家荣交情匪浅 然而他却要杀死何家荣 这不找死吗 英子先生 对不起 我实在没想到 何家荣竟然是您的朋友 阿卜勒此时与记忆便赶紧赔罪 无比小心地冲魔鬼的影子道歉时 心里一时间苦不堪言啊 这个何家荣 他骂得怎么这么神通光大 竟然连如此殖名的杀手 也是他的朋友 单单是现在 他就已经震惊万分了 不知道他若是得知魔鬼的影子 被何家荣杀死过两次 该会作何感想呢 阿卜勒先生 这个你不用担心 魔鬼的影子听到阿卜勒这话 他立马明白了阿卜勒的意思 他的声音低沉说道 虽然我跟何家荣是好朋友 但是平日里往来并不多 我们也只是停留在互相欣赏的层面上 阿卜勒先生 若是想杀他 还是要怎么对付他都请自便 与我无关 虽然他嘴上说跟林雨是好友 但实际上他仍将林雨当作死敌的 也当作最大的心腹大患 所以如果有人能帮助他除掉林雨 他自然求之不得 便特地又解释了几句淡化了 他和林雨之间的关系 不过这话听在阿卜勒的耳朵里 却只以为魔鬼的影子在刻意地试探他 他诚惶诚恐地说道 英子先生 我这么干呢 不管这么说 他都是您的朋友 这一点我牢牢地记住了 所以看在您的面子上 我女儿跟他的恩怨也就一笔勾效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